听到前一句 思辰还是有一些不满的 但是后面一句 他的不满就变成了郑松 半场他才无奈地 一拳打在了男人的胸前 拜托 你不要每次在我认为 我已经够爱一个人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告诉我 我还差得好远的 好吗 丽北决没什么反应 淡默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差得很远 思辰无语了 所以全天下人都知道 他爱吃恩恩爱的偏执了 就他自己不觉得 还觉得喜欢一个人 喜欢成这样是正常的 思辰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找虐了 重新给了他一根烟 问道 查到是什么人做的了吗 韦斯利 丽北决提起了这个名字 眼神一冷 思辰察觉到 四周的温度降了下来 表情严肃了一些 好好的 他为什么突然对恩恩动手 他知道我马上就要动皇家了 丽北决对他没有隐瞒 直接了当地说 我已经联系了陆长 让他行动了 我送他回去不是让他认祖归宗的 他想要和我合作 就该拿出一点诚意来了 你确定他可以合作 思辰不放心地皱起了眉头 他觉得陆志昂和魏斯利两个人 毕竟是由血缘关系 他担心两个人联手骗丽北决 丽北决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无比笃定地点燃了 思辰递给他的第二根烟 烟火明灭中 他冷酷地道 确定 陆志昂恨魏斯利 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找陆志昂之前 就已经把陆志昂 调查得清清楚楚 陆志昂的生母 是舞台和音的歌手 一直梦想着 有一个能够被唱片公司 看中的出道 结果 在一个意外的饭局之中 被魏斯利看中 强暴了 之后 又被女歌手栽赃他偷东西 彻底地断绝了 在舞台上唱歌的梦想 他的身心受到了双重打击 退出了娱乐圈里 从此堕落到了酒吧主唱 因为梦想和现实差距太大了 他的精神状况 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陆志昂出生后的十多年里 都是生活在自己母亲 歇斯底里地控诉 那个男人毁掉自己的抱怨声中 尽管是这样 他还是和母亲相依为命 直到有一天 他的生母再也受不了 被男人玩弄的命运 嗓子也因为常年喝酒 抽烟给毁掉了 他再也接受不了这一切 那天晚上 给正在读高中的陆志昂 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 选择了自杀 陆志昂恨威斯利 是源自于骨子里的恨 绝对不会因为金钱和权力 而有所改变 所以 他才会放心地 把这颗定时炸弹 送到了那个男人的身边 陆志昂也很清楚 靠着自己想要扳倒魏斯利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合作 思辰看他的样子 原本心里还是有一点担心 也跟着放了下来 你确定就好 反正你自己小心一些 还有啊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一定要记得跟我说 安心挨了这一枪 我也不可能让他白爱 冷峻尊贵的男人 不知道听到了没有 低下头 弹了一下手里的烟灰 靠着香烟的色味 控制着自己暴虐的心情 他等着陆志昂的诚意 陆志昂如果连这点诚意 都拿不出来 他们也就不用合作了 没有用的人 连当他的棋子那都不配 更不要说合作了 一旦陆志昂行动 他的反击就开始了 魏斯利 你准备好了吗 半天之后 黄老将军突然就被检察院 从军区大院里悄悄地带走了 紧接着 黄家在财政部的人 陆陆续续地都被检察院的人 以各种名义带了进去 黄家乱成了一团 黄老夫人和黄夫人哭得是撕心裂肺 老夫人因为上了年纪 经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好几次差点晕厥过去 幸好 家庭医生守在大院里 随时都为黄老夫人挂着点滴 人才没事 家里一片愁云惨淡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完了 做惯了二世祖的黄心 从最开始的不敢相信 冲动地要去检察院闹事 到后面挨了黄夫人一个耳光之后 被哭泣的黄夫人拉着留在了家里 家里全部都是哭声 不是哭声就是各种打电话的声音 完全都没人管它 他恍恍惚惚地在沙发上坐了一个小时 实在是受不了了 咬牙掏出手机翻了起来 他的手机通讯录里面 全部都是平时一起跟他到处去混的酒肉朋友 现在家里出事了 他都不知道应该要给谁打电话 想来想去 他厚着脸皮 去给司法部的副局的儿子打了一个 嘟 手机刚刚响了一声 那头立刻就挂断了 黄心不敢相信 再打了一次 那边这一次直接就关机了 妈的 什么东西啊 求老子的时候叫爸爸 听到老子家里出事了 马上就不接电话了 他被气得够呛 扬起手就想要照着以前的暴脾气摔了手机 可是听到家里的哭声 他又硬生生地咬牙忍住了 重新拿过手机 绷着轮廓 照着手机通讯录里 把上面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半个小时下来 对方要不就是直接不接电话 要不就是接了 一听说他要求帮忙 立刻就为难地找着理由搪塞他 短短的半个小时 他就经历到了事态炎凉 看够了人性虚伪的嘴脸 在第十八个人 说他在国外爱莫能住的时候 黄心终于忍不住地爆发了 管你妈的国外 老子昨天晚上还在酒吧里看到你呢 我就问你 帮不帮我这个忙 不帮 以后别他妈再说是老子的朋友了 手机那头的人被拆穿了 完全没有惊慌 轻挑地说 被看穿了我也没办法 皇上 我们大家就是平时没事 聚在一起吹牛打屁而已 朋友什么的 说得太严重了 我们顶多算是认识的熟人 熟你妹 你上次问我借钱还赌债的时候 说的是什么 跟老子是一辈子的兄弟 以后老子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你要为老子上刀山下火海 黄心怒不可遏的敌吼 那头的人哼了一声 连面子都不愿意再装了 我后面不是把钱还给你了吗 还请你吃了饭 你还想怎么样 好了 我要去忙去了 没时间跟你逼一逼 拜拜 滚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不联系就不联系呗 那个人的手机挂得爽快 比他还挂得快 黄心又是一口气上不来 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妈的 这些人表面上看着是好兄弟 好兄弟 一到关键时刻 全他妈的就是缩头乌龟 没一个肯站出来帮他的 房间里还有老夫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声 家里面乱糟糟的一团 她跌坐在沙发上 曲起双膝 把头埋进了膝盖里 死死地抱着头 痛苦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